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VUE 今天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路由初体验 什么意思 咱们上一期安装并设置的路由组件 今天咱们就利用路由组件来开发咱们一个小程序 怎么做 马上看今天的知识 就一个 做一个简单的路由 做一个什么样的路由呢 马上看实在演习 大家请看 今天我给您准备了 一共五个文件 这五个文件都是干什么的 咱们一个一个看 首先前三个 前三个文件是最简单的VUE的组件 里面简单到只有一行代码 OK 第四个 第四个是干什么的 第四个是路由设置文件 今天它干个什么事呢 它是把前三个组件分别做一个URL的映射 怎么写 一会儿呢 会看到 好 第五个 APP.VUE 这个呢 是咱们用程序初始化时生成的组件 它是所有页面组件的入口组件 今天呢 对它有一定的改写 一会儿呢 也会看到 那咱们就一个个来吧 首先看这个Hello World 这Hello World组件都写什么 咱们看啊 下面就是它内容 非常的简单 首先Template 这个是组件的规范 必须要写 接下来DNA 这个也是组件规范 也必须要写 没说的吧 对吧 再接下来 H1 Hello World 这个才是这个Hello World组件里面的内容 就这么一行代码 很简单吧 别着急 还有更简单的 再往下看啊 News组件 大家请看 就是一行代码不一样 其他的完全一样 News Page 没有问题吧 再接下来 About组件 同样很简单 只是H1里面不一样 那么咱们写完了这三个组件 接下来干什么 把这三个组件做一个UR的映射 怎么做 用这个Router下面的Index 怎么写呢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啊 首先在这个Index.js里面 把这两个组件 Import进来 当然这两个组件又写到什么地方 又写到这个Components的文件加下 一会儿呢 我会给您操作 那么把这两个组件 Import进来之后 该怎么用 就要设置URL 怎么设置 这个地方 看啊 URL的Path 当这个URL的Path呢 等于斜线About的时候 咱们干什么 咱们给这个地方设置 或者说绑定一个组件 叫做About 就是这个地方 Import进来的这个变量 没问题吧 很简单 当URL的Path 是斜线News的时候 咱们呢 就给它绑定一个News的组件 就是迷航代码 就搞定 然后咱给它起一个名字 比如说About 叫NameAbout News呢 叫NameNews 没有问题 这样的话 咱们就保证 一个URL对应一个组件 一个URL对应一个组件 同时 一个斜线跟URL 对应着Hello World组件 没有问题吧 那么该怎么使用呢 该怎么用到URL呢 往下看 这个就是咱们App.voe的功能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 大家请看 这个其实也是 咱们这个初期化时候 给咱们默认生成的内容 咱们呢 我把它改了一下 咱们看一下 首先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什么 这个地方实际在网页中的效果 是生成了三个A的链接 当然了 咱们如果用到这个Router组件的时候呢 是不能够写HTML这个A的 要用到Router-Link这个标记 然后呢 A里面 以前咱们用到一个HREF 就是说我链接到哪去 对不对 那么在这个Router-Link里面 不叫HREF 叫To 内容是和HREF完全的一样 对不对 那么咱们通过这三行代码 实际在页面中看到效果 它渲染出就三个A 没有问题 一会咱们会看到效果 那么好 News也好 About也好 还是跟也好 它都分别绑定一个组件 对不对 那么这个组件的内容 在什么地方渲染呢 往下看 路由出口 就在这个地方渲染 Router-View View嘛 显示渲染 看到效果 UI 这个就是今天咱们所有的内容 可能我给您讲这么多 您觉得还是不可理解 没关系 咱们马上实战啊 马上运行 MyWeb 马上做 SRC 然后组件里面 大家请看 我目前只有一个Hello World组件 对不对 我把它改写一下 改写成咱们的最简单的Hello World 就一行代码 拷贝给我来 没有问题 接下来 咱再建一个news组件 马上做 在components的文件夹下 建个文件 叫做news.voe 没有问题 然后把咱们这个代码 最简单的组件 拷贝过来 没问题吧 再接下来 还有一个叫做about组件 对不对 同理 拷贝过来哦 然后about里面 其实也是一行代码 拷贝过来 没问题 接下来 咱该干什么 编辑 url的映射文件 对不对 在什么地方 大家请看 在src 然后是这个router下面的index 好 咱们编辑一下 首先 input进来 咱们两个组件 没有问题 接下来 咱们把这两个组件 绑定到两个url上 刚才给您讲过 咱们直接拷贝 然后我整一下形 稍等 我这整形两个空格 我喜欢这个四个空格 好 再整一下形 没问题吧 OK 再接下来 咱们编辑一下 这个app 入口组件 把这个代码 我直接拷贝过去 就算了 拷到哪 拷到咱们src下的 app.vue 拷到这个地方 然后我整一下形 OK 没有问题吧 然后咱们马上运行 看效果 其实我应该提前运行 因为我这个运行 还是有点慢 看今天晚上 这个效果怎么样 因为我现在也是 11点半了 马上就凌晨了 我这是人家 下完班之后 回来之后 做个视频 其实有点慢 那不好意思 咱们大家一起等一下 它可以慢 但是也不能这么慢 对不对 因为我现在是在虚拟机 在我本地运行 三秒钟搞定 虚拟机还确实有点慢 看来我得给它加点内存和CPU了 不过也快 大家请看都编译到55个文件了 79个 出来了吧 马上运行 咱们开一个浏览器 然后这个地方敲 127.0.0 然后这是默认是8080端口 回车 大家请看 这个是什么 是默认的斜线 这个URL 它映射是哪个 组件 Hello World 所以这显出来 Hello World 没问题吧 然后咱们刚才在这个文件当中 有三个link 一个是home 一个是新闻 一个是关于 对不对 就这地方 home 新闻 关于 当我点击新闻的时候 咱们看这个URL 变成了斜杠新闻 对不对 那么这个组件渲染呢 就是news page 当我点关于的时候 这个URL 大家请看 是斜线about 对不对 所以说这看到的是about page 然后回到home 新闻 关于 大家请看 并没有提交吧 对不对 却完成了路由的导航 咱们根据每个组件不同内容 比如说关于 可能从服务器端 服务器端取数据 新闻 可能直接从这个API的服务器取数据 home呢 直接显示自己home的所有内容 等等的 咱们再对每个组件 做它自己的设置 这个是咱们今后的话题 OK 今天给您分享的内容 就是这么多 好像这个 有点超时 实在是不好意思 但是今天的支点 确实多一些 您能最好 把我的代码 实际敲一下 理解一下 应该不是很难吗 对不对 好吧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 所有内容 今天的代码 我会放到看中的服务器 今天视频 会传到YouTube 优酷的观看 推荐您的使用YouTube 不进行观看 好 那咱们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by bwd6 明镜与点点栏目